你知道嗎?就是這個原因啊 所以我把SPY、QQQ、VTI跟VT做了近10年的回測後 發現最好的是QQQ 但是假如我要定期定額 預算上有限的話 那我會選擇VTI 因為它一股只要200美金 10年下來的總報酬有109% 平均年花報酬有7.24% 記上上支影片啊 我們提到在台灣發行的股票跟債券ETF配息月曆之後啊 其實我們同步也做了台股搭配美股的ETF組合喔 你知道啊 最近因為00896中信台灣綠能電動車ETF上市 大家開始討論起 台灣終於有了配息月曆的組合 你是說前陣子大家都在討論的 878 888 896嗎? 就是這三檔ETF 他們個別會在不同的月份做配息 讓你每個月都有股力可以領喔 但是00896還沒有配息過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投資還沒有配息紀錄 而且交易量又不大的ETF啊 我也不喜歡 好像為了配而做這樣的搭配 而且現在交易美股也很盛心 反而希望自己的投資組合上 可以建置台股跟美股的典具的投資組合 兩個市場的特色跟表現 我們都想要一次擁有 像是台灣的電子產業啊 基本上都是 我們擁有半導體一條龍的生產線 菁英眾多 美股的話則是 大盤表現一直都很優異很穩健 有些股票甚至具備高配息 股價又持續成長的表現 這些啊 我都不想錯過 這點倒是真的 上一支影片我們做了台股ETF 跟債券ETF的配息月曆後 會想很不錯喔 今晚我想來點台美股的配息全家餐 在找尋配息月曆的時候啊 我就很考量 市場的特性 像台灣的半導體最好 當我又可以承受電子股的股價高波動的風險下 我就會傾向選擇 00891中性關鍵半導體 而且它在1470月份都有配息喔 官網是公告1470月沒錯 只是今年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多數的公司都延遲了股東會 還有鼓勵發放的時間 所以00891才會延到8月才配息喔 但我們仍然把它放在1470月的配息組合裡面 假如啊 大家並不想要投資在單一的產業上 那麼也可以搭配我們之前所介紹過的 00894中性小值30 可以期待接下來它10月份配息的結果喔 像剛剛你提到的00891中性關鍵半導體 8月17的除息配發是0.25元 以當天的股價來說的話 即配息的發放率應該是1.5% 年化的報酬率啊 就有機會來到6.1%耶 是啊 這樣子的配息水準啊 我覺得很不錯 為什麼沒有選擇更高的配息表現 是因為我更希望投入的本金可以賺到錢 假如啊只是收到就是我給他 然後他發給我的股利的話 那股價一直都沒有漲 我反而擔心我的本金會虧損 確實啊 不能因小失大喔 股利雖然是重要的 但股價的成長會讓你的投資更有感 那2.5.8.11元你要怎麼搭配呢 告訴你 這個部分啊 當然就要拿出我拿手的美股囉 台灣的公司啊 配息雖然高 但是股價未必一直成長 外加上啊 台股是淺跌市場 所以我會搭配 連巴菲特都愛的 Johnson & Johnson 嬌生 之前啊 我就有聽說外國的公司很常配息 而且還能專注在股價的成長 嬌生我知道他們已經 連續鼓勵成長的股市就年了 而且啊 他是採計配息的方式喔 今年他在8月23號出席 配了1.06美金 年化報酬還是2.3% 雖然配息不是很高 但是啊 股價持續成長 價差的年化報酬有15%耶 既然啊 剛才我已經選擇電子股居多的ETF 那就更應該考慮像這樣 防禦型的個股來降低風險 這想法我覺得很不錯耶 嬌生又是百年老店 經營穩健 獲利又距成長性 前陣子啊 他還有出快篩試劑跟疫苗 這些都很有助於他未來的發展 接下來是3.6.92月 當然不能錯過整體大盤的表現喔 追蹤美股大盤的表現 ETF 由我們之前所介紹過的 SPY跟QQQ 另外啊 還有先鋒集團所推出的 VTI跟VT 像VTI啊 主要追蹤的就是 美股本身自己的市場表現 而VT則是追蹤 全世界股票的ETF 這兩檔ETF的前8大持股 是一模一樣的喔 個別是蘋果 微軟 亞馬遜跟Facebook 還有我最喜歡的特斯拉 差異呢 就在他們的佔比略有不同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原因啊 所以我把SPY QQQ VTI 跟VT 做了近10年的回測後 發現 最好的是QQQ 但是啊 假如我要定期定額 預算上又有限的話 那我會選擇 VTI 因為它一股只要200美金 10年下來的總報酬啊 有109%耶 平均年花報酬啊 有7.24% 這樣你每個月都可以領股利的耶 而且啊 又有機會可以賺價差 整體來說啊 你的配息月曆中有 台股還有美股兩大市場 可以不侷限於領台幣的股息 而且現在美金又低 未來還是有機會可以賺到 匯率的價差耶 這個投資組合裡面啊 除了有電子股還有抗疊股 又有追蹤整體大盤指數表現的ETF 這樣也是一種配息月曆的搭配方法 很健全耶 那是當然的囉 自己的特修金自己存 佩奇月曆啊 搭配自己喜歡的樣子最好搭 以上就是我們對台美股佩奇月曆的介紹囉 還有我們的Podcast 理財報名歡迎在 KKBOX Spotify Google Apple Podcast上面上架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幫我們訂閱 開啟小鈴鐺 追蹤FB還有IG喔 讓我們一起來開童樂會吧 好 好 小鈴鐺